苹果新闻网上个月独家提报 高雄市长韩国瑜夫妻 在云里股坑的豪华农舍是违建 到底改善了没 苹果记者当然要去求求 门口多了个警卫庭 有人开手 还有小黄恨小黑 两只看门狗 你不会咬我吧 小黄比较友善 看守仍然对改善情形 三肩其口 不得其门而入 那就只好出动空拍机了 之前违建的车库和篮球场都拆了 也清空了 农舍前已种了十几棵小小树苗 因为农地为农用 最后改善日就是明天 再不改善就要开罚 这些小树苗应该是能作物 但是长高又长胖的主建筑还没拆除 这个部分要在24日前改善 韩市长可别忙忘了哟 然而就在改善日前一天 却爆出云林县农业处长张鸿油 处理的复合上议 调职参议 他受访时赶紧成亲 7月初就想调职 外界不要做过多联想 云林县长张立善也强调 处长的调动和这件事没有关系 众新闻云林报导 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报出来的 支持它跑得更好更快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